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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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打开第8页 第8页裡面我們講到 中期的文化 原路這個文化 特別是我們會跟各位 介紹一個學問的問題 江戶期的文化進入到中期的時候 有一個年號叫做原路 原路可以說是最穩定 經濟最發達人民的生活 比較富裕的一個時代 所以這個時代就產生了一個 比較燦爛的一個原路文化 這是從17世紀後半 一直到18世紀初期 那麼主要是從京都跟大阪延伸出來的一個 所謂上方文化 這個上方念成神方文化 講到上方文化就是指京都大阪 那這個時代其實上次也提過 也叫做丁人文化 這個丁人文化裡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些人我稱為豪商 可是在豪商他其實賺了錢以後 他希望去發展這個人文文化 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丁人的階級 他是經濟的一個發展的一個主流者 同時他又是一個文化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推手 因為他有實力 有錢 所以這個丁人 以丁人為核心的這個文化 在這個原路這個時期 現象是非常的明顯的 那這個是跟中世紀 甚至於上古時代我們介紹的 這個貴族文化是有區別的 以前只有貴族、朝廷、公卿 武士都很難去享受到 但是這個時間點都已經下放到 庶民的這個階層了 就是武士也好、丁人也好 甚至一般的老百姓也好 那各位知道這個江戶時代 是階級劃分非常明顯的時代 就是所謂的市農工商 這個階級是非常明顯的 那這個時間點其實江戶時代 有一個學問的一個規定就出來了 這個學問的規定 各位看這個PowerPoint有這個圖表 簡單的來跟各位介紹 第一個叫做朱子學 這個朱子學呢 有一位叫做Hayashiraran 林羅三 是之前我講過的那個Fujihara Seiga 介紹給德川家的 那麼朱子學這個是學位的一個本家 那麼朱子學他希望把它列為一個官方的學問 那江戶幕府在江戶的湯島 湯島湯島 是地名聖堂是什麼 聖堂其實是孔廟的意思 是孔廟的意思 這個湯島聖堂呢 在現在還是傳播的一些朱子學的一個思想的一個地方 雖然比較沒落了 可是現在還是不斷的有這個日本稱的這個漢學繼續在做 比如說四書等等的一個內容的一個普及繼續在做 去年的九月間我們曾經在那裡做了一個發表會 那這裡面湯島聖堂裡面其實有一尊孔子的像 這孔子的像其實是有一位中國浙江的文人叫朱順水 就是我研究的這個人物 他當時帶了三尊的孔子像到日本來 那這個孔子像裡面的一尊現在就擺在這個 湯島聖堂這個地方 湯島聖堂這個地方 這裡其實是江戶時代發展漢學的一個基礎的一個種地 現在還有 現在還有 這個是第一個 那 朱子學派其實滿多的啦 不會只有是林家一系列而已 像 另外一個人物叫 辛錦白石 阿萊哈克世紀 那中期的時候 這個人物非常的有名 他也是朱子學 那 那朱子學呢 他被列為官學以後呢 其實 長久下來 朱子學的學問啊 是不是完全符合於當時代江戶中期的日本社會呢 就有另外一些做學問的一些知識人 他們提出不太一樣的看法 就是說 難道 只有所謂的官學 只有朱子學 那麼 另外一個講法在日本又叫做儒教 只有這個東西嗎 難道沒有了嗎 而且這個東西如果是 就是 如果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一個學派獨大的話 會不會太傾斜 會不會對日本的整個學問的發展 在客觀面上會比較偏啊 就很多知識人 做學問的人 就提出來 提出來說 其實我不贊成朱子學裡面的什麼什麼什麼 朱子學裡面有很多核心的思想 有很多他的主要素巧的一些學問的一個理念 那但是不同的聲音出來以後 我們就看到楊明雪 各位看這裡有楊明雪 那這個楊明雪呢 顧名思義還是一樣 這個在浙江的漁陽有三位大師 兩位跟日本都有關 一個當然是最有名的 就是王楊明 那第二個是朱順水 這兩個都是在漁陽的 那還有一個叫黃中熙 黃中熙 黃中熙的學問呢 一點點也是對日本有影響 可是呢 並沒有像這兩位影響那麼深 那至於楊明雪呢 是怎麼樣子在中國發展 其實在中國發展很晚 非常的晚 因為楊明雪的東西跟革命的思想 是有一點點關聯 就像說世術裡面的論語跟孟子 論語呢是百分之百以上的被發展 可是孟子呢就沒有了 為什麼孟子的思想沒有被發展 因為孟子的思想裡面有革命的思想在裡頭 革命的思想基本上不被德川政權所允許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貿易船 這個在中國收購了很多世術的東西 上到船上以後去 他們做生意的人都搞不清楚 這個孟子是什麼東西 當有人告訴他們以後說 孟子這個東西最好你不要帶進去 因為不喜歡 所以據說他們後來知道孟子 這個江戶時代德川幕府不喜歡 他們在船上有時間的時候 就去把那個跟孟子有關的一些書籍挑出來 據說就丟到海裡面去了 就不帶到日本來 有這樣一個情形 那陽明雪也是一樣 陽明雪事實上被中國壓抑了很久 那麼後來傳到朝鮮去 那朝鮮把它發揚光大 又把它傳到日本去 日本也把它發揚光大 那陽明雪的部分你只要看我這篇書品 大概就可以掌握到 整個東亞陽明雪的來龍去脈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麼從結果來講 其實姓陽明雪的很多 包括最後的孫文 他也是陽明雪 蔣介石其實他也是陽明雪 比較群眾陽明雪的 為什麼 因為陽明雪的這個理念 是比較趨近於實際的 比較實用 跟現實的社會 比較能夠結合在一起的一門學問 那在日本也是一樣 有人說我們不覺得朱子學是最好的一個學問 我們覺得陽明雪是一門可以去探究的學問 所以在日本就有幾位人物 比如說中江藤樹 中江藤樹 這個人物 他就是日本陽明雪的一個所創的一個知識分子 他有一個土地 他有一個土地 叫熊澤翻山 熊澤翻山 熊澤翻山 就是他的土地 這個一系列下去其實都有在做 那麼我記得兩三年前了吧 我指導研究所一位研究生寫論文的時候 他告訴我 一個你們的學姐寫論文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要做熊澤翻山的實學思想 這個實學思想是什麼思想呢 說穿的實學思想跟幾個字是有關的 實學思想跟今世紀敏是息息相關的 那今世紀敏這個東西 顧敏思義他其實跟我們的老百姓一般的生活 是比較有關聯性的 所以當時我就想到一個人物 因為這個人物也一直都是在探討這個實學的 就是朱順水 我就跟這一位研究生講說 你是不是把朱順水的實學思想 拿來拿來跟熊澤翻山的實學思想 來做一個對比 來做個比較研究 那他就朝這個方向去做 那後來就完成了碩士入門 已經畢業了 畢了畢業後來到美國去 結婚了 好像就住在國外吧 沒有回來 大概一年給我一封賀年卡 大概是這樣子 另外 其實 有不同於朱子學 或者是陽明學的 另外有一個叫古藝學 古藝學 這個荷里加瓦 絕川學派 古藝學派 古藝學派其實是當時代 在京都的一個塾区 塾区就是我們講師俗吧 不能講補習班 當時來講師俗 就是做學問的 傳播學問的一個場所 跟就是學校的一個前身 塾区裡面有一個學派 這個古藝學派 應該是伊藤仁齋這個人物 伊藤仁齋 伊藤仁齋 伊藤仁齋其實非常有名的 在這個領域裡面 大概研究日本的儒教的人 沒有人不認識 伊藤仁齋 大家都認識 其實我列幾歲 這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古藝學派是他創的 什麼叫古藝學派呢 可能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也就是說 比如說論語 那論語是孔子過去以後 他是弟子把它收集起來的一些 他的思想的一個詛咒 全部收在論語裡面 什麼篇什麼篇有沒有 那麼這個論語的思想 大家去解讀了以後 慢慢的發現孔子的偉大 好 那孟子也是如此 四書裡面其實都有很傳統 非常古典的一個中國的學問 讓大家去探究 可是他是不是有盲點 當然有 他還是有盲點 所以在伊藤仁齋的立場來講 他覺得有很多世書裡面的東西 被當時代的人在解讀的過程裡面 並不是很精確的去解讀 甚至於有扭曲了 甚至於有誤讀了 原來的意思不是這樣 而被解讀出來的意思 這個卻方腔走板 就是不是趨近於原來的文章的意思 這個伊藤仁齋發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他說我們如果要真正的去了解到 包括孔老夫子 他原來的一個思想的詛咒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回到古文獻古典 重新去解讀他的內容 一字一句的好好地去把它正確地重新解讀 那麼解讀出來以後 再來研判他主要的思想的主張 他的精神 學問的精神何在 重新再來讀一次 這個叫做古藝學派 古藝學派 那麼伊藤東亞應該是伊藤仁齋的兒子 所以他們父子提倡這樣一個古藝學派 也非常地有名 那麼這個 在日本有一所大學 叫天理大學 天理大學顧名思義是天理教所創辦的一所 這個大學 天理教是日本新興的一個宗教 那我就不提那個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天理大學 他有一個天理圖書館 這個天理圖書館 是在日本相當有名的一個圖書館 可以比美日本的國會圖書館 裡面典藏的非常多的國寶級的 重要的文化財的一個東西 那這裡面他有一個叫古藝堂文庫 這個古藝堂文庫就是伊藤仁齋的古藝學派的一些很重要的真基 都被天理大學圖書館收購了 而且是最齊全的 所以一研究伊藤仁齋的古藝學 不得不去看古藝堂文庫 去跑一趟天理圖書館 但是不容易看到 不太容易看到 我在那邊曾經交換教授兩年 那兩年當中 其實我一天到晚也泡在天理圖書館裡面 但是不得其門而入 你要好好去看這個古藝堂文庫還不容易 你要等他有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你看才看得到 但是現在不同 因為古藝堂文庫的東西 他們已經經過解讀 然後拍照 然後出版 所以你即便看不到原物 你可能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史料的解說集 同樣的可以去做這個一等人哉 或是古藝堂的這個古藝學派的這個思想 現在是比較方便 好 我們繼續跟各位介紹 另外一個其實還有一個 我個人的研究裡面有一點遺憾的事 什麼叫遺憾的事 就是剛提到這個一等人哉 一等人哉在還沒有很出名的時候 也就是他還在京都做開始起步 要拜師求役的時候 他知道朱順水已經到了長期 長期 就是已經居留在長期了 那他是另外有一個同學 這個同學叫安東省安 這個安東省安是誰呢 安東省安是在福岡 九州的福岡的一個儒者 他去拜朱順水為師 跑到長期去 因為他們都知道朱順水很有學問 從這個中國避戰亂逃過來的 那很有學問 所以去拜他為師 這個時候的朱順水非常的潦倒 就是上個禮拜我拿個畫冊給各位看 圖錄給各位看的那個人 非常的潦倒 根本沒有幾乎沒有這個經濟能力 就是生活不下去了 因為他其實是逃過來的 那安東省安他有點薪水 他是一個福岡凡的叫做什麼 每一個凡裡面有一個老師叫凡儒 這個凡儒其實嚴格來講 他是諸侯的老師 就普及福岡凡儒教的學問的 那個主要的靈魂人物 那他跑到長期去 去拜這個朱順水為師 拜他為師以後發現 朱順水非常有學問 但是他潦倒沒有辦法過生活 所以安東省漢他就自己 把每個月的薪水拿一半出來 那個時候叫半縫 就是他的縫入的一半 每個月來資助老師朱順水 度過難關 朱順水也很感恩 所以因為有這個徒弟對他資助在經濟上 所以他能夠在長期安定的居留下來 好好的去把他的學問做一個發揮 那其實這裡面還產生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就是說前面我們有提到 江戶時代的一個時代背景是什麼 鎖國 那鎖國我上次已經提了兩個主要的一個規矩 就是在國外的日本人不能回國 當然在國外的外國人更不能到日本來 對不對 那在國內的外國人不可以出國 這樣子鎖國了 可是朱順水他已經違反這個例子了 在國外的外國人怎麼跑到長期來呢 這不是違反了那個母法嗎 對不對 他是一個特例 他是一個特例 也就是說當時德川的幕府 要不要讓朱順水拘留在長期 那是研判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來判斷說這個人適不適合 可不可以讓他拘留 對當時代的日本社會有沒有什麼幫助 那因為他很有學問 所以在這個時代又普及漢學 像朱子學、陽明學這一類的學問 朱順水他都有 所以這個人物對當時代的一個日本社會來講 對於深化日本的這幾個學問來講 他是有幫助的一個人物 因此最後破例的讓他拘留下來 否則他是要被驅逐出境的 他是不可以留在這裡的 那朱順水是何許人員 你到他的出生地浙江的魚窯去問問看 當然現在他們把他炒熱了都知道了 可是到朱順水死亡以後 他死的時間是1682年 到之後超過100年 甚至於到1911年 中國大陸沒有人知道朱順水是何許人員 你到魚窯的他出生的地方去問 也沒有人知道 你問說朱順水是誰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在中國的知名度等於0 等於0 而他的學問幾乎都是在日本被發揚出來的 甚至於他死後以後更把他發揚光大 那他生前其實拘留的時間不長 他拘留的時間才是從16 應該是59年開始拘留 1666年 這個時間點是在長期 再長期 好 那我現在要回到伊藤仁齋 他為什麼知道朱順水在長期呢 是因為他的同學安東省安 跑到京都去做學問 他的老師一個叫松永慈悟的 是京都學派 朱子學派非常有名的一個 做師很有名的一位知識人 他們兩個都是同門的 等於是同學 他跟他講安東跟伊藤說 其實我現在有一位老師在長期非常有學問 跟他講 講了以後呢 當時的伊藤不是很有名才開始而已 他就寫了一封信透過安東 因為他不認識朱順水 所以他就寫了一封信透過安東 透過安東 然後由安東呢 帶到長期去給朱順水 說聽說你很有學問 我正要做學問 所以我要拜你為師 但是呢 這個被朱順水給拒絕了 因為當時他不是很有名氣 拒絕他的理由 我看了他的全體裡面 其實我一直有疑問 拒絕他的理由基本上是說 道不同不相為某 也就是他懷疑伊藤仁齋在做學問的時候 離開了這個死學的主軸 就是伊藤仁齋他認為他 朱順水認為他的學問是虛無飄渺的 不切實際的學問 他說那你的道跟我的道不同 因此呢你另外找別人去拜師學藝吧 我的學問很簡單 清清楚楚簡簡單單 明明白白 每一個學說 都是跟老百姓的生活習習相關 叫做實學 叫做今世之明之學 就把它拒絕掉了 我覺得很可惜耶 因為伊藤仁齋 各位看一下這個power point 他其實發展了這個古藝學 你要說他是一個虛學嗎 是一個裝飾的學問嗎 其實no 古藝學是回到古典傳統的原點 去解讀傳統的文獻 然後重新去把它的意思再定義一次 不是虛學啊 而且最後呢伊藤仁齋變成一個大家 但是後來的事啊 我相信啊朱順水如果後面有之啊 他一定很後悔 非常的後悔說把他拒絕掉了 那從我的角度啦 我一直很遺憾 如果當時他把他收下來說OK的時候 那伊藤仁齋之後在日本的一個古藝學派的知名度 這麼大的一個學派 朱順水是他的老師耶 兩個人在學問的一個交流上繼續對話下去啊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但是因為朱順水so no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理由啊 這個理由可能比較實際一點就是 其實朱順水在伊藤仁齋 卻要拜師學藝的時候啊 我剛剛提了 朱順水自己能不能拘留在日本都不知道 他不希望節外生枝啊 也就是說一直去收了那個很多徒弟 萬一這個徒弟學派跟幕府不一樣的話 那朱順水鐵定被驅逐出境了 可能還有他的顧忌啊 而不是真正的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懷疑 所以這是一段很可惜的一段歷史 就是說中國的學問在日本的普及 需要中國的知識分子去跟他們做一些宣導 或者是教導的工作 而朱順水就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好了 那就來了 因為他的名字呢 朱順水在長期居留這個時間點差不多五年多吧 這五年多當中他的學問已經到處傳播到很多地方去了 所以像伊藤人齋這樣子的人越來越多了 都跑到長期來要找朱順水 所以朱順水他就聲明遠波傳到東京去了 傳到哪裡去 傳到水戶 那各位都知道水戶黃門有沒有 各位看過吧 朱順水戶黃門 朱順水戶黃門有一個玉山家 就是這個德川光果 這個德川光果呢 也聽到了 他也聽到了 說長期有一個朱順水 據說非常的有學問 他自己當然不能跑到長期去 因為他是トノサマ 他不可以去 所以他就派了一個人去 派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小仔生村 我現在講的都是有文獻可考的 派了這個人 這個人是德川光果在水戶的一個 怎麼講 算是做學問的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就專門派他去 因為他懂漢語 懂漢語知道嗎 因為這個時代儒教的思想是觀學 日本人這個時代的知識人 即便他不會講中文 但是漢字漢文他是讀得懂看得懂的 就找這個人去 去長期 去訪問所謂的朔儒 就是很有學問的 或是其儒很有學問的儒者 這個人跑到長期去呢 這個小仔跑到長期去呢 就找到朱順水了 其實他是在幫他考試 就他有沒有學問這樣 那小仔呢不會講中文 朱順水呢不會講日文 怎麼辦 兩個人碰在一起 當時代 兩個人語言不通 透過什麼 透過漢字來溝通 而方式呢就是用筆彈 這樣一個方式 就是我寫一段 你的大名是誰 你從哪裡來 你什麼什麼的就開始問 然後問完以後呢就有一個答 所以一問一答 一問一答 一問一答 這樣問了三個多月 每天問 每天答 就留下了一個筆錄 這個筆錄呢 叫西游守錄 是他寫的 他留下來的 他每天做筆記 說我去跟朱順水 問什麼他答什麼 問什麼他答什麼 全部都留下來 而這個資料其實一直都沒有公開 三百多年來都沒有公開 最近到去年才公開 在我們的研究團隊裡面 經過德川博物館館長 理事長的許可 真正公諸於世 就是上個禮拜拿給各位看的 那本土錄裡面的一部分 這裡面小仔就提到說 他訪問的人其實不只做順水而已 這三個月裡面他訪問了很多中國人 而最有學問的人就是朱順水 就這樣子 所以把朱順水的訪問的訪談的這個日記 帶回去了 就帶回去給德川 向德川光國這個水戶房門報告說 沒有錯 這個就是這一個人可以把他請來 可以把他請來 所以在1666年的時候呢 就把他請到江戶去了 江戶去了 那江戶是哪裡 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 有沒有 就現在的東京 那水戶呢 不在東京 水戶在茨城 如果茨城 如果茨城這個縣各位不知道 竹波大學各位聽過吧 スクーバ大學的那個附近 密度非常有名 上次地震非常嚴重的地方 在密度 也就是德川光國的樊帝呢 諸侯的樊帝領帝啦 是在密度 可是剛剛我不是說有 這個山京康代嗎 有沒有 其他的諸侯一年在領地 一年在那個江軍府 那他是玉山家 他本身水戶沒有這個義務 因為他是嫡系的 可是呢 他在江戶裡面 他有一個水戶的官邸 水戶的一個應該是梵邸 在江戶 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圖錄裡面 你們如果有看到 諸順水中淹之地的那個石碑 那個石碑在哪裡 在現在的東京大學的campus裡面 你們現在如果到東京大學的campus裡面 尤其是走到農學院的那個門 一進去在左邊 諸順水中淹之地的那個石碑 現在還立在那個地方 諸順水就是在1682年的時候 在江戶水戶官邸也就是在東京去世的 那當時這個應該有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諸順水是往來於江戶跟水戶之間在講學 而德川光果就拜他為師 因此他是很大 等於是一個副將軍的老師 所以他的格就很高了 因為他的格很高 所以他傳播的所謂的漢學、中國的學問 就非常的特別在影響這個層數非常的深遠 所以他影響了很深的這個漢學的傳播 這一段我特別提出來跟各位講 因為講到這個伊藤人齋 讓我想到一些這一些事情 我想各位不太清楚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下面我們回到看PowerPoint裡面第三個 第四個叫聖學 聖學是什麼學問 聖學其實是孔子之道 可以這麼說 聖堂是孔廟 聖學是儒教 是孔子之道 好 這裡面有一個人物叫山路塑形 Yamaga Soko Yamaga Soko Yamaga Soko這個人 這個人其實他是一個浪人 他是一個浪人 在東北的地方有一個叫做惠金 這個地方出生的一個浪人 還不到五四 就是說沒有工作的一個浪人 身分地位其實是很低的 那這個我要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大概各位也不太了解 山路跟光果他們兩個人是好朋友 幾乎是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好 可是各位想一想 在德川時期 身分地位非常明顯的浪人 對不對 身分地位非常明顯的護將軍 這個差多少各位 護將軍跟浪人差了十萬八千里 對不對 平常人不可能說 你跟護將軍有交談的機會 跟他有交往 但是他雖然是浪人 可是這個人不是普通的浪人 他是頭腦很清楚 有知識有學問的一個讓人 那因緣際會 他跟德川光果是好朋友 基本上就是不談身分 我們之間不談身分 只談學問跟我們之間的友情 那所以呢 他們兩個之間其實是無所不談 特別是一邊喝酒一邊談論 學問也好 國家大事也好 這個在去年 應該是去年 有一本書叫做光國傳 裡面呢 有很詳細的一個記載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很詳細的告訴各位 那個時候我剛好到京都去出差 我公事辦完了以後 通常我會留一到兩天的時間去逛書店 那我去逛書店的時候呢 各位知道那個日本的書店是開架式的 這開架式的光國傳就擺在最明顯的地方 你不看見都不行 何況我是研究這個領域的 我第一眼當然就看到了 我就拿起來了 拿起來一看我當然就買了 這麼厚一本大概六七百頁吧 我就買完以後就跑回旅館去 一個晚上沒有睡覺就把它讀完了 因為《愛不釋手》裡面有太多我想要的東西 這裡面當然有一段就提到 他跟山路之間的對話 事實上山路他後來除了做學問 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名著 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有 各位看一下叫聖教要路 聖教要路 聖教要路這個東西是什麼 簡單的說它是批評諸子學的 那聖教是什麼 孔子之教 對不對 節入出來的一些精華吧 可以這樣說 可是大前提是他批評諸子學 各位看第一個諸子學是什麼 國家的學問 輪到你來批評 那你的立場就是批評諸子學 請問他是一個護將軍可不可以容許 可不可以容許 我跟你是好朋友 無話不談清美竹馬 我們撇開身分都不談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時候還是有立場的問題 你是讓人我是護將軍 然後你寫的這個東西是批評我們 將軍府在執行的國家的官學 我沒有辦法接納你 其實他有意思說 是不是如果到水戶來 這個人如果交到水戶來了以後 如虎添翼 對水戶的學問的發展 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他批評 因為聖教要入的內涵 其實光國很為難 他想要接納 但是他不能接納 因此忍痛他就離開了 那這個人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他研究冰學 冰 冰學就是跟實學有關的 跟戰爭有關的 他是有一套 所以後來他這個三陸蘇星離開了以後 他自己走他的路 發展出一個聖學的 還不到一個學派 可是他的聖學 他的聖教要入 卻是一個獨家獨門的一個學問 也在江戶時代的學問的整個 這個系統的脈絡裡面 他佔有一席之地 好 這個時候我就看到 朱順水身為德川光國的老師 他就提出一個意見 他的意見說 其實你不應該不接納三陸蘇星 你應該接納 因為對你有幫助 你把他趕走 對水護 對你 是負面的 做學問 絕對沒有說 用排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來處理這件事情 其實光國何嘗不想 他很願意 可是最後沒有辦法 那光國這個人 其實他對於漢學的一個普及 他其實是非常的熱衷的 這個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朱順水在1682年離開以後 水護的漢學如何繼續延續下去 光國不是沒有思考 光國有思考 有沒有繼任的人選 其實有很多 很多繼任的人選 這裡面有一個人物 叫張匪 這個人物是光國的最愛 其實沒有人知道 在目前來講 已經有一些人知道張匪是誰 他是從中國來的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一個人物 他的字在朱順水之上 他的詩在朱順水之上 他的學問怎麼樣 不知道 但是他的字他的書 就是我們在去年跟前年做調查的時候 一大堆東西出來了 特別是漢師的東西 我下個學集整理出來再給各位看 很漂亮很漂亮 光國喜歡得不得了 所以希望他來繼承朱順水 可是當時是鎖過 得船幕府不允許 這個人就沒有辦法繼承 沒有辦法繼承的時候 朱順水躺在病床上 隨時都可能走了的時候 找到一個和尚 叫興樂禪師 這是曹洞公的這個禪師 光國把他留下來 把他留下來 留下來以後 希望他能繼承朱順水來普及漢學 可是畢竟他是禪師 跟朱順的學問不太一樣 而且他是普及潮動禪學的人 所以對水戶的這個學問 影響不是那麼大 後來這個人跟光國也成為一個莫逆之交 最後就死在這個水戶有一個 宜王寺子園寺這個地方 不過這個人也另外有一個功勞 各位知道媽祖吧 有沒有 媽祖是什麼 媽祖我們說是一個 航海安全的保護女神 有沒有 特別在台灣 對媽祖的信仰 的信徒非常的多 中國只要是跟船隻有關的 在船上幾乎都會供奉媽祖的相 有沒有 這個 辛悅也是如此 他帶了媽祖的相 到了水戶去 在媽祖的相 那樣 大家還不知道的時候 他在水戶做了一個普及的工作 把媽祖是誰做了一個宣傳 所以現在在水戶 水戶這個地方 有很多媽祖廟 不大 但是是供奉媽祖的廟 可是在日本人不稱媽祖 不稱媽祖 日本人把媽祖稱什麼 天徽 天徽 叫天徽 所以在日本到現在有天徽媽祖裡 很多日本人不知道天徽是什麼 就是媽祖 而這個媽祖現在已經傳到 阿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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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固定的時間就有一個天徽媽祖裡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阿朱順水把自己的漢血傳到水戶去 發揚光大 曹洞禪血除了傳禪以外 還把民間的信仰像媽祖的信仰 也傳到日本去了 長期的黃埔產血是林祭產的一宗 也把這個產血給傳過去了 這個林祭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宗派 應該是林祭中黃埔派這麼說了 黃埔派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在長期也被傳出來了 好 那麼各位如果將來有機會到京都 請各位去 京都有一個叫烏吉 各位知道烏吉吧 宇治 宇治裡面請各位去看一個寺廟 在宇治這個地方 有一個寺廟叫做萬福寺 叫做萬福寺 這個寺廟非常值得一看 因為它是完完全全明朝的寺院建築 明朝的寺院建築 各位去看一下 這個這麼樣子傳統 而且完完全全用明朝的一個建築方式 就是把它保留下來的寺院建築 在中國大陸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可是你今天如果到京都的烏吉 你去可以看得到萬福寺 上網去查就很多萬福寺 可以去查去看 這個是我跟各位介紹 再來我們再回到 Powerpoint 第五 古文詞學派 又稱為愛媛學派 有一位思想家非常有名 這個人物叫做 歐吉爾蘇萊 迪森竹萊 這個迪森竹萊 在這個時代之後的日本的思想界 他的影響非常非常的深 我應該這麼說 歐吉爾蘇萊基本上的立場 他是可以說反對諸子學的 我不能用徹底這兩個字 不過我看到他的一些言論 其實是趨近於徹底反對諸子學 而這個學問最後他是 在後面的日本的思想界 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一個影響 因為他是一樣是跟朱順水一樣的 講的是什麼 死血這個東西比較相近 他談政治 比如說他寫的政壇 其實他寫的文獻 跟歐吉爾蘇萊有相關的文獻 所以多得不得了 太宰春臺是他的徒弟 是他的徒弟 師徒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反諸子學 但是很好玩的 太宰春臺不完全贊同老師的學問 他不完全贊同歐吉爾蘇萊的學問 兩個人還在抬槓 這非常有意思 不過大宗來講他還是尊重歐吉爾蘇萊的學問 他有經紀錄 經紀錄 顧名思義經紀錄跟什麼 實學他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就把這個中期的這個儒學 基本上做一個交代 有一位第八代的將軍 叫德川吉宗 我就不寫黑板了 尤西姆 他有很多政策 要發出命令去公佈之前 如果跟學問有關的 大概會去徵詢這個歐吉爾蘇萊 歐吉爾蘇萊講的話 最後成為他的政策 可見他影響了多深 前面還有一個人 辛景白石也是一樣 辛景白石也是一個大工程 辛景白石 他輔政的時間很長 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就是封城秀吉去打人家朝鮮的過程以後 朝鮮基本上是很討厭日本人 說你們日本人來侵略我們 來打我們 殺我們 我跟你勢不兩立 但是德川家康得了政權以後 他發現鄰國朝鮮 如果長年下來跟日本是不友好的話 是不好的 就像現在日韓關係 有歷史的問題 有殖民被殖民的問題 還有一個小島真的面紅而刺的什麼 主島的問題 有沒有 像中日之間有什麼問題 最近釣魚台的問題 然後安倍政權跑去祭拜靖國神社 所延伸出來的一些 東亞 中國 日本 韓國 應該從日本的講度來講就是日本跟中國 日本跟韓國之間將來他們的關係要如何變好 這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大家不坐下來談 然後一直在那邊對立的話 對東亞的和平 那不是好事 但是要坐下來談並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各位看一下 東亞這三個國家的政權 都剛輪替沒有多久 習近平才一年吧 一週年而已 普警惠半年吧 最近已經有人在DEMO 有沒有 安倍最近出來滿一週年跑到晉國去 所以他們的政權其實都 從我的角度來都不是很穩固的 所以要穩固了他在國內的政權以後 第二個部分才能踏出一步去談外交的問題 去談國際對外關係的問題 所以日韓之間 中日之間 可能還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不過我希望能夠坐下來談 可以好好的去談 否則的話 其實對東亞的和平是不好的 那之後的我們回到 新井白石這個話題來 德川政權開始穩固以後 他就透過管道去跟朝鮮說 你們跟我們敵對我可以理解 但是那個是前一代的事 是封城秀吉那個時代的事 那封城秀吉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他的派系也不見了 他本人也死了 所以你不要太在意 我跟你說 我們德川這個政權 是希望跟你保持友好的關係的 好不好 那他一而再 再而說的去跟韓國說了以後 跟朝鮮說了以後 他們雖然不是這個完全同意 但是可以接受吧 就說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 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 所以之後就出現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非常的重要 我也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叫朝鮮通信史 什麼叫朝鮮通信史 就是德川的政權 朝鮮通信史 只要是換將軍改朝代的時候 政權輪替的時候 他要宣揚國威 就跟朝鮮說 我們現在誰誰誰要 繼任第幾代的將軍 請你來給我們慶賀 也就是派一個慶賀的使節團 來的意思 叫朝鮮通信史 那這朝鮮通信史呢 派到日本去 有資料可以考證的 有十二次 有十二次之多 十二次 每一次浩浩蕩蕩的都是幾百人 三到四百人 三到四百人 而這裡面有一個比較上層的知識分子 他們都是做師非常厲害的高手 從朝鮮的朝廷去挑出來的一個很會做師很會做學問的這些高手 是隨行在朝鮮通信史 從哪裡來 從現在的釜山港 知道嗎 坐船到伯多 走奈赴涅海 一直到江戶 將軍的城去 有十二次 我就很好奇 三四百個人來交通吃住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錢是誰出的我非常好奇 這個資料好像很難找得到 不過我問了韓國的學者 也問了日本的學者 他們給我的答案是 各自都有出錢 各自都有出錢 就是從韓國過來到日本這一段費用 可能是朝鮮自己出 我們現在在國際研討會也流行一句話 叫落地招待 就是對方如果要求我們說 你能不能給我們出機票 我們就say no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經費 而且我們現在如果要求說 比如說我們到國外去 要發表論文 你要求那個對方給你出機票 萬一對方給你出機票 那下一次他來 你不能說我不給你出機票 這是對等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錢 最好不要要求人家出你機票 叫自戶 以後他要來 我們也大聲講 就自戶吧 可是要花很多錢 到了台灣以後住宿怎麼辦 交通怎麼辦 吃飯怎麼辦 好 那我們來戶 我們來戶 叫落地招待 現在流行 落地招待 恐怕是這個模式 也就是說朝鮮通信使 一進到日本以後 幾乎所有的錢都是幕府在出的 各位有12次 這12次之後為什麼沒有 就是新井白石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說 打他總臉充胖子的就是幕府將軍 去出了這個落地招待 把經濟搞垮 經濟不好的話 這國家完蛋 所以他馬上就見眼說 不要再落地招待了 把他停掉 或是他來的時候 看是怎麼樣分帳 我們不能再出這個錢 因為這個錢要算起來實在是太恐怖的 所以幕府就聽新井白石的話 就把他停下來 所以這是他在財政上一個 做幕僚的一個建言的大工程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那個古文池學派的 黑牛索蘭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也是一個大工程 在文人做一個幕僚的時候 給當政者一個很好的建言 以上是江戶時代有關於各個學派的一個說法 請各位打開一百葉 一百葉我們稍微複習一下上個學期 我們進到一個原路文化 就是在德川時期 算是中期 中期的一個時候 中期的文化 叫做原路文化 他的西元的時間點應該是在十七世紀後半 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初期 其實還滿長的一段時間 那他的地點 主要的地點 就在所謂的上方 這上方念成Kami Gata 這上方就是以京都為中心的關係地區 比如說大阪也算 那麼這裡面就產生了 我上一堂課有一直提到的那個丁仁 丁仁這樣的一個成績出來 這個丁仁就是商人 那我把這個商人稱為豪商 也就是說他做生意其實他是有錢 他是非常有錢 所以尤其是大阪 各位如果你們下一次去大阪的時候注意一下 一定了解一下他的交通網路 而不是只有到市區去 你可以到那個 比較 可以坐那個 到河裡面去坐那個船有沒有 到處遊遊遊 其實都很便宜 大概都在一千塊之內 你就可以坐到了 七八百塊這樣 那麼你在遊船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特別是如果有機會 坐飛機如果經過那個大阪的上空 你往下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 類似那個蜘蛛網狀的一個河流 那這個就是因為他們經濟之所以會這麼發達 就靠這個河流 靠這個河流 所以大阪又有一個稱呼叫做天下の台所 就是日本天下的一個廚房 所以大阪人很會做生意 這個也是經常被提到的 那麼所以做了生意以後賺了很多錢 可是這些人他是有文化素養的人 這些豪商他就願意去做一些提升文化素養的一些投資 一些工作 那麼原路文化在從一開始不是很發達 一直到相當的蓬勃發展的過程裡面 修寧他所扮演的一個角色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個時期其實前面所謂不安定的墓鎮 也已經開始走入穩定的一個時期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發展了跟前面那個時代中世紀以前我們講到的這個貴族的文化有點不一樣 因為丁人其實商人是農工商 各位想一想那個商其實是地位最低的 對不對 不是很高的 可是當他有錢的時候他願意付出他願意去做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時候 他的身分他的地位相對的會提升 所以在我們的教材的一百頁裡面講了很多這個領域 包括之前我們也提過那個豬子學這一塊 豬子學他很早就把它定為一個觀學 對於儒學的一個尊重 這個是一點 另外各位都知道這個時期是所謂的幕藩太子 木凡 那這個木凡的每一個凡下面其實是有五四 有這個五四的 而這個五四其實在這個鎌倉時代就開始有了 但是呢 這個時間點的五四他就有所謂的教育 他開始受教育 比較普及 所以受到這個丁仁的提升文化的一個這個影響 還有文化的這個城市 往一般的貴族以下的五四平民的方向去發展的時候 五四在這個時代裡面它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像我們之前也提過東京有一個湯島聖堂 在很中心的地方有一個湯島聖堂 聖堂這兩個字其實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孔廟 孔廟 也就是說他對孔子的一種思想 孔子的形象等等 他是在正面的一個傳播他的學問思想的 這個聖堂到現在還是一樣 各位如果去看的時候 現在還有很多課程是民間的 他不是正式的學校 可是有很多人在教孔子的一些學說 現在還有 還持續的在做這樣子 也就是說如雪這塊受到尊重 其實是由來已經非常的長久了 那再來就是五四的弟子 在各個凡的地方受教育 這個受教育的地方叫做凡校 這個凡校也就是公立的學校 公立的學校 而這個凡校相當的多 那個數量是幾百個 是三位數的 很多很多的這個凡校 當然也有私俗 但是基本上五四 他的身分大概基本上都到那個 公立的學校所謂的凡校去念書 那麼這個地方他主要的還是刺書 那個大學中央輪以孟子 大學各位知道是從禮記出來的 大學知道再明明得 再清明再子於至善等等 有沒有 等到朱希的時候 朱子學出來的時候 把再清明的清這個字呢 改成在心明 在心明 有不同的詮釋 有不同的詮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基本上就讓各位知道說 五四的階層在凡校受教育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學習這個 以漢學為主的這一些 世俗的一些思想 那這是一個 因為這個是說穿了其實外國傳來的學問 也就是中國傳過來的一個傳統的學問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一般的老百姓既然是教育往下砸根 然後一般的老百姓也要受教育 那一般老百姓一開始並沒有說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規模的學校 並沒有 所以它有一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 也就是Telavoya Telavoya這個東西 那這個Telavoya其實是在 對於庶民教育的普及 它是 怎麼講 功勞很大 功勞很大 對整個日本來講 尤其是在初級的這個教育的培訓裡面 它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教材裡面有提到 ヨミ、カキ、ソロワ 讀、血 ソロワ做什麼 賺這個 將來這個要賺錢 做生意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電子計算機 那心算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好 所以大家都要學打算盤 我記得我們小學的時候 有一個叫諸算課 還要考試 不及格 還不行 諸算 這個 歌可能沒有 打過算盤的舉手 我看一下 哇 還不少 還不少 這個是算是諸算 訓練你的那個 頭腦也會清晰的 還是滿重要的 所以ソロワ 這個也要他們去學 那另外一個 這個 詩俗裡面 是跟這個 凡校來相對的 比如說我們講到一個木末 比這個原路更後面發展的時候 我們現在突然想到一個學校 這個學校叫做 然後這個字呢 它是比較特殊的讀法 一般比如說 以前有叫National 現在National已經換成一個名字 叫Panasonic 我們稱為所謂的松下 有沒有 各位知道松下是很大 松下信之助是金銀之王 有沒有聽說 有 對 那麼松下的時候是唸成 Matshita Matshita 可是這裡的松下它比較特殊 唸成 印度 所以Shoka 唸成Shoka 這個也是印度 Song Ziku 是這樣的讀法 這個誰創的呢 吉田松一 有一位教育家 思想家 在默默的時候 他是很叛逆的 所以黑船來襲的時候 他偷偷的游 然後游到那個黑船去 要偷渡到美國去看外國的世界 被抓回來 然後他是罵幕府 所以他呢 一輩子 他的生命只有29歲就結束了 一輩子有三分之二 是被關到監牢裡面 最後是被絞刑而死的 但是他的著作超過500本 非常恐怖的 那他很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三口縣的那個第一寺 哈記這個地方 創了這個 宋夏村屬 那有很多學生 相當多的學生 就去跟他學了 比如說最有名的 你們一聽到就知道了 這個後來變成在明治時代 伊藤博文 他們兩個人都 後來當然日本的首相 東國的首相 其實他們都在這裡學過 還有一大堆名人 都跟著他學 那麼他29歲就死掉了 還有一個跟他一樣 也29歲就死掉了 一個各位可能比較陌生的 叫做Takatsuki Sinsaku這個人 那這個人呢 其實他也是很叛逆的 他帶著伊藤博文去東京的英國公使館 丟好幾把火把公使館給燒掉 誰帶他去的 這個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他也是29歲就死掉了 那沒死掉的這個都是活著的 活著的人進到明治那個時代 變成英雄 而且這是不但是英雄 他是等於治理國家非常重要的人才 那是從哪裡來 在教育的一個 我們往前去溯遠的時候 其實他是功不可沒 這個人日本人非常尊敬的 我個人是不喜歡他 因為我看到他要打台灣 我就不喜歡他 因為他一樣有一個 向外國侵略的一個傾向 其實他的思想就是 他我覺得是蠻極右的 應該像誰呢 封城秀吉吧 如果以現在來比的話 十願聖太郎吧 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我的感覺 那但是他是一個 在日本的教育界啟蒙士獎界裡面 是一個絕對重要的人物 吉田送醫的全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將近三十冊 所以他一輩子 雖然這麼短的生命 29歲 可是他創出來的 無形的 有形的這些資產 留給後面的日本 在明治以後誇張所謂國民國家 還有對外國的一些認知上面 其實我們要正面去看待 那當然這個是發展到最後的這個 可是其實這個 之前就是漢國 然後有一些詩術 詩術的種類也比較多 那我也曾經去看了那個凡孝 他有一個課表 像我們日文系 也有一個日文系的課表 我去看了那個課表裡面 至少啦 至少有一半以上 還是四書五經 還是四書五經 當然 比如說 在木墨還有一個 日本有很多叫明倫館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明倫館其實是什麼東西 明倫館就是凡孝 每一個凡孝 它的凡孝都有一個稱呼 什麼什麼什麼館 很多 那明倫館我記得好像有三個吧 至少 像這個裡面 它甚至於說 我們提到這裡所謂 ヨミカキソロバ 這個是等於是義務教育 等於是義務 也就是你進來我就可以讓你去寫 可是當你要真正的享受到公會 而且我要培養你 將來禁用到國家的領導階層裡面去 對不起要考試 好及格 而且優秀的人 那才能夠進到這個每一個凡的 比較高層次的裡面去做領導 甚至於到中央 幕府、將軍府那邊去 那個是在學問的這個部分 但是還有一個是要 不但要健身 而且要環衛 我們講的就是所謂軍事的訓練 叫做冰雪這個東西 這倒是當時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是義務的 像我們男生在台灣 你一定要去當兵的 你不當兵是不可以的 那你是資質很優良的 你資質有問題的 你全部要來當兵 除非是過胖的 過高的、過瘦的、過矮的 對不對 我當時沒有吃到一百公斤 所以要去當兵 然後沒有長到一百九十 所以要去當兵 但是他有篩選 基本上十個男孩子 大概有九點九個要去當兵 是不是 所以這個兵的這個部分的學習 其實是非常普及 而且他沒有考試 他沒有考試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大概是這樣一種情形 所以就演變成為一個 教育普及的一個發展 那這裡面提到一個四字率的問題 四字率的問題 那有一個數字 這數字我舉不出來 但是這個領域最清楚的 應該是我們系上那個 植伊莫先生 有一個說法是 同時代的日本人的四字率 是高於歐洲的法國、英國 同時代 那你就知道說 他的教育的普及 這個所謂的凡校 或者是 他的貢獻怎麼樣 對著歌手 有一個想法 就是 有一個解決心 那兩次 有一個解決心 有一些解決心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會有解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